生活懒人包来看到 美国有大学研究发现 在工作时如果稍微中断放空一下 有助于提升工作表现 研究团队针对了100名办公室员工观察 发现在工作的空闲时段 生懒腰放空或者是跟同事聊天 都有助于舒缓他们对工作的认知疲劳 国内医师也表示 这个是和大脑中负责做决策的前额业有关 忙着手上工作没有休息 久而久之恐怕精神涣散 思绪也跟着打结 就有国外研究发现 这种时候如果放空一下 可能对你的工作效率更有帮助 我们现在认为跟大脑的前额业有关系 这个位置它其实跟我们执行功能里面 做决定的这个部分很有关系 前额业它的功能比较像是CPU的部分 当它有很多条件不允许的时候 它的功能就会下降 比如说过热 大脑中的前额业负责做决策 我们的各种思绪和动作 都是靠前额业和大脑其他部位进行联系 但如果一直工作没有休息 就会造成认知疲劳 像电脑的中央处理器CPU过热一样 恐怕影响作业执行 国外研究团队针对100名办公室员工观察 发现在工作的空险时段 伸懒腰放空或是和同事聊天等行为 有利于大脑休息 另外一部分员工选择阅读讯息 或是看社群媒体 反而加剧他们的认知疲劳 我想可能就是我们看社群媒体的时候 你还是得不断地做很多的决定 或者是你还是在这个接收讯息的过程中 要用到我们脑部的运作 下回万一发现自己工作效率不佳 不妨中断一下 让自己放空 或许能激发更多创意 回到工作岗位会有更惊艳的表现 记者桃薰玉玲宇泰报道